247 《文匯報》 讀完水喉課休出路青年墮樓網 2015年7月27日香港新聞A08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道發組 剛在建造業訓練局完成課程的青年 而因受前途問題困擾鑽牛角尖 作凌晨在大埔廣復H墮樓身亡 警方相信事件無可疑 列作有人從高處墮樓處理 死者姓陳 二十一歲 居於廣復H 現場消息稱 陳在兩年前應考中學文憑師為成績未如理想 故修讀建造業訓練局的水喉業相關課程 今年課程已完成 陳已在升讀呼學士課程 卻有類出路問題 至近期備受升學與否的問題困擾 《中日悶暗暗不落》 事發作凌晨2時47分 廣復H 廣禮樓傳出當物據響 64歲聖簡保安員民信巡星查究 發覺有人墮樓並倒我在廣禮樓天井地下昏迷 連忙報警 救護員接報到場 將事主送往大埔那打掃醫院搶救 但證實傷寵不治 警員到場調查 發現事主並非廣禮樓住客 而是住在同H 另一廠大廈 相信他走到廣禮樓高處樓層 在走廊跨欄跳下 在現場並未檢獲遺書 警方稍後聯絡上層的家人 得惜他近期受學業及出路問題困擾 懷疑因此鑽牛角尖而盟慶生之念 經調查後認為墮樓原因無可疑